我的老婆出轨了,出轨的对象是好哥们,我该做出怎样的选择,是屈辱的戴好帽子,还是重重反击,让这对肩夫淫妇后悔莫及,我老婆叫周晴,今年27岁,是一家合资企业的女白领,肤白貌美不说,身材更是一绝,走在路上总能吸引无数男人的目光, 她为我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,在我创业初期也给予过很大帮助,我曾无数次庆幸娶到这样一个有务妻子,可没想到有一天她会背叛我,这天我正在外地出差,好哥们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一张照片,我点开一看,竟然是我老婆和她上厮守牵手逛街的场景,这一瞬间我意识到, 我老婆可能出轨了,看着照片里她那笑竹颜开的模样,我的内心一阵脚痛,她可是我深爱了七年的女人,还是我孩子的妈妈,曾经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天,我什么都可以给她,可现在她却背叛了我, 我胸口难受地喘不过气来,当即订了一张回去的机票,我已经没有心思赚钱,只想当着我老婆的面问一句,为什么? 下飞机时是晚上七点,我没有第一时间回家,而是找到了好哥们王骏,我问王骏照片在哪拍的?你是不是亲眼看到了?他们有没有做更过分的事? 王骏照片在哪拍的? 我看着肩膀说,阿诚,这样的女人不值得,趁早离了吧。 从她的语气,我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,我老婆果然出轨了,我的心脏仿佛被人紧紧拽住,压抑得喘不过气来,赚这么多钱有什么用,老婆还不是跟人跑了。 兄弟,看开点,女人不就是衣服吗?大不了换一件。 不,你不懂她对我的意义,还真是个痴情的种,走,我陪你去喝几杯。 我和王骏来到酒吧,在嘈杂的音乐和昏暗的灯光中尽情买醉,我一口一杯,仰头猛贯,只希望麻醉自己,让自己好受些。 喝了一杯,王骏笑眯眯的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女大学生,阿诚,看那牛真不错,要不要过去搭讪一下。 我目光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,果然看到一个年轻靓丽的美女,这女孩一头乌黑长发,随意披散,在肩膀上,上身是短袖,下面穿着百折短裙,脚踩皮靴,随着音乐轻轻摇摆, 可爱动人,她不由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候的妻子,一瞬间眼神都亮了起来。 确实不错,反正我老婆已经出轨,我内心没了顾虑,直接走过去。 来到女孩身边,我搭讪到,美女,一个人吗? 是啊,刚和男朋友分手了,看你这年纪,还在读大学。 大三,大三好啊,女大三,抱金砖。 说话间,我抬起手腕上的僵尸单顿,腰间奔驰的钥匙也无意重晃了晃,也许是被我的幽默打动,也许是被我的财力所征服,女大学生给了我一个白眼,还真抱了抱我。 大叔,你可以当我的金砖吗? 那一颗天雷勾动的火,我顺势吻了上去。 她的唇很软,很薄,带着一股甘甜,让我沉醉其中。 难以自拔,而她也忘情地回应着我,在我口中拼命地索求。 一乱情迷中,我将她带到楼上的酒店,开了一间房,抵死缠绵,女大学生的身体很润,我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感觉,仿佛回到了和妻子刚谈恋爱那会。 这一晚,我发挥超长,也不知折腾到什么时候才沉沉睡去,第二天早晨醒来,头都有些疼,我打亮了一下旁边,空无一人。 而我自己赤裸着上身,皮肤上的抓痕格外明显,目光扫到垃圾桶里残留的遗迹,想起昨晚的疯狂,清醒了不少的我开始有些后悔。 我是一个有家庭的人,有自己的老婆和女儿,可现在,却在酒店里和别的女人乱来,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,因为我一直是个比较传统的人,接受不了婚外情,正是因为如此,得知妻子出轨后,我才放纵和堕落,不去想那么多,我穿好衣服下床,立即给王骏打电话,喂,你人呢? 昨晚跑哪儿去了? 王骏明显是刚睡醒,声音带着起床气,喝得有点多,没找到你,我就先回去了。 对了,阿诚,你干什么去了? 那大学生泡到没有? 床都上了,你说泡到没? 可以啊,阿诚,看来我得向你学习。 学个屁,我他妈的出轨了。 没事,哪个成功男人在外面,不是沾花惹草的? 再说,是你老婆先出轨的,你怕什么? 原本我还有些愧疚,听王骏这么一安慰,心里好受了许多,没错,是周晴出轨在先,他可以偷男人,我为什么不能玩女人? 这样一想,我内心无比平静,开车前往公司上班,公司是我自己的,想几点来就几点来,给员工们开了个会,随便浑了浑就到了下班时间。 回到家时刚好六点,我一进屋,就闻到一股辣椒的香味,是妻子在厨房炒菜。 回来了,老公,洗洗手准备吃饭。 周晴端着一盘菜放在桌上,又连忙过来,为我拿了拖鞋,帮我换上,这一个温馨的举动,让我心头一暖。 每次回到家,都有热腾腾的饭菜,妻子也总能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,不管心情好与不好,对谁我总是笑脸相迎,从来不把负面情绪带回家里。 这样一个贤惠又温柔的妻子,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对象,可她明明很爱我,为什么要出轨呢? 难道真的是七年之痒,没有了新鲜感,需要出去找刺激,回想起王骏发给我的那些照片? 我就一阵心如刀脚,可是转念一想,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? 我心里突然有些后悔,换好鞋,洗了手,我和妻子坐在餐桌上吃饭,因为女儿已经睡着,我们就没叫醒她,四菜一汤,格外丰盛。 可是吃饭时,妻子全程心不在焉的,盯着手机不停的和某人聊天,看他们聊得火热,我心里很不舒服。 无意间瞟到手机屏幕,备注好像写着什么王主管,这个王主管正是妻子的顶头上司,看来是肩夫无疑,老婆和谁聊天呢,吃饭都不专心。 没有啦,老公,工作上的事。 明知妻子是撒谎,我内心的愧疚感顿时消失,既然你喜欢演戏,我就陪你演到底,早晚我要拿到你出轨的证据。 吃完饭,散了会补,洗澡时,我提出和妻子一起,妻子却死活不答应,以前我们经常鸳鸯欲,现在妻子却变了。 她的心已经不在我这,躺在卧室的床上,我刚想和妻子亲热,无意间发现她的脖梗上竟然有着草莓印。 老婆,你脖子上怎么回事?老公,可能是过敏了,我说这快这么痒呢。 过敏,放屁。 拿我当小孩子哄骗,想到肩夫在她身上留下印记。 我一阵活气,粗暴地将她压在身下,当我正准备解开妻子的睡衣时,妻子却说太累了,改天吧,这不符合她的性格,以往她一向愈合难填,怎么今天这么反常,难不成? 白天被肩夫喂饱了,看着她这副抗拒的样子,我也没了兴致,就这么闭眼睡去,可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,在大脑中思考着,这样的婚姻还有没有必要维持下去? 我究竟该不该提出离婚,真要离婚了? 女儿怎么办? 第二天上班,我整个人都不在状态,迷迷糊糊做了一天。 回到家的时候,满脑子想着离婚的事,我深爱着妻子,不敢想象离婚以后的生活,可既然她已经背叛了我,那么我们迟早会走到这一步,令我惊讶的是,推开客厅的门时,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,正是那天在酒吧里睡过的女大学生,奇了怪了。 她怎么会找到我家,难不成是专门来找我?要我对她负责,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,浑身上下充满着惊讶,同时莫名地生起一丝害怕。 如果她告诉妻子那晚夜情的事,我和妻子势必会吵得不可开交,而妻子会认为我出轨在线。 毕竟我还没拿到她出轨的铁证,女儿的抚养权也会被抢走,这将对我很不利,尽管内心起伏不定,我还是镇定地走了过去。 老公,你回来了,给你介绍一下,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,她叫杨玲玲。 今天啊,帮了我很大的忙,所以我请她来家里吃顿饭。 你好。 我走过去,装作第一次见面的样子,热情地伸出了手,杨玲玲微笑,和我握了握,因为心虚的缘故,打了句招呼,我就借口下楼买烟,离开家门,奔了摁电梯,我正思考着怎么应对这事。 杨玲玲跟了出来,从后面抱住我,你,你怎么出来了? 没酱油了,姐让我帮她下去买一瓶。 你到底想怎么样,为什么来我家里? 大叔,我们睡都睡过了,来你家坐坐,还不行吗? 我很爱我老婆,也有自己的家庭,我希望你不要捣乱。 要多少钱,我都可以给你。 大叔,我不要钱,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。 那天晚上后,我就发现自己爱上你了。 杨玲玲说着,手不老实地在我身上摸索起来,封闭的电梯里。 只有我们两个人,气温都仿佛升高了许多,我感受到女孩的身体紧紧贴着我的后背,那温软的触感让我沉醉。 面对这样年轻主动的女学生,很少有男人能够把持得住,可这是我居住的小区,我老婆还在家里等我,我不能做出禽兽不如的事来,更何况我和这个女学生根本谈不上感情。 我们才认识一天而已,我连忙将她推开,劝她慎重,出了电梯,我脚步匆匆去买烟,心情复杂到极点,买完烟回来,三个人一起坐在桌上吃饭,杨玲玲一个劲地夸我妻子手艺不错。 还不停地给我夹菜,搞得我很不好意思,我生怕老婆发险端倪。 只是低头吃饭,听着他们两个女人交谈,可吃着吃着,一只脚搭在了我腿上,那腿光滑细腻,还带着丝袜的触感,不断撩拨着我,起初我以为是我老婆的,目光下意识朝她望去,见她面目平静,有说有笑,我就知道我猜错了。 我又将目光投向杨玲玲,发现她嘴角翘起,还有意无意朝我识眼色,给我暗示,我一下子明白了,搭在我腿上的那只脚是杨玲玲的。 她,她也太大胆了,要是被我老婆发现,保准会当场见血。 嗨嗨,我喝汤时被呛到,杨玲玲的脚很不安分。 不断撩拨着我,我心脏都悬了起来,手心不由自主地冒汗,老公是不是太辣了。 妻子关心地问我,全然不知道桌底正发生着什么,我笑着解释喝得太急,连忙低头,不敢和妻子对视,慢点慢点,又没人跟你讲。 妻子温柔一笑,我们三人继续吃饭,表面上十分平静,可桌底下一双丝袜眉腿不断挑逗着我,让我很是煎熬,突然一声脆响,杨玲玲的筷子掉在地上。 她立即蹲下去捡,本来很自然的动作,可她蹲下去之后,我才察觉到不对劲,桌底下。 她慢慢地靠近我,在摸我的腰,过去好久,杨玲玲才重新回到桌上,我们都已经吃得差不多,纷纷放下碗筷。 这顿饭结束,杨玲玲离开后,我才长松了一口气,饭后妻子去洗碗,我坐在沙发上抽烟,回味着刚才的惊险。 我真没想到杨玲玲会做出这种大胆的事来,现在仍然心有余悸,片刻之后,妻子接了个电话说要出去,急急忙忙地拿包, 我问她去哪儿,她只说公司里有事,我猜测失去和上司约会,心里一阵苦闷,这种貌合神离的夫妻关系,真的还有必要维持下去吗? 可想到妻子的好,想到以往种种的温情,我突然占有欲涌起,冲过去从背后抱住了妻子,老婆,你只能是我的老公,说什么傻话呢? 我当然是你的呀,我和女儿都是你最贴心的棉袄,别走,别离开我好不好? 老公,我只是出去办点事,很快就回来,你怎么跟个孩子一样? 妻子娇琛一声,挣脱了我,拿起包包快速出门,留给我一个决绝的背影,我很失落,缓了许久,才回过神来。 不,不能这样下去,我倒要看看妻子。 究竟是不是真的去公司,我不能被戴了绿帽,还蒙在鼓里。 想着妻子离开还不算太久,我匆匆忙忙下楼,开上车,追了出去,一路思绪复杂。 我来到妻子公司楼下,正准备上去看看时,突然看到妻子和一个男人走了下来,手挽着手十分亲密,而这个男人正是他的顶头上司。 果然,来上班是假,和肩服约会才是真,这一瞬间我十分火大,感觉所有的真心都喂了狗。 我紧紧捏住拳头,在方向盘上重重砸了一下。 盯着这对狗男女亲密的背影,我觉得不能打草惊蛇,静静地目睹他们离去,等他们上了车,车子启动后。 我紧紧在后面跟着,想看看他们去哪儿,差不多跟了二十分钟,车子停在了一家酒店门口,果然,这对狗男女是来开房。 看着他们手挽手走进酒店大厅,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,那是我深爱七年的老婆啊,曾经发誓要守护一生的女人,还是我宝贝女儿的妈妈,父母眼中的好儿媳, 可现在,她竟然背着我去和别的男人上床。 这一刻我心如刀绞,五脏俱碎,整个人压抑到了极点。 我几乎喘不过气来,被一股绝望的窒息笼罩,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。 放屁,那是没到伤心处。 我仰起头,强行将眼泪灌回去,开车离开了这里,妻子出轨已经实锤,我冲进去也改变不了什么,一切到此结束吧。 晚上我就和妻子摊牌,然后离婚,车子行驶在马路上,我迷失了方向,不知该去往何方。 那个家,原本温馨的家,现在名存实亡,回到那里,只会让我感觉到压抑,突然我想到了一个人,杨玲玲,车子开到了她的学校,在宿舍里找到她,见到我的一瞬,她愣了愣,更多的却是惊喜,大叔,你怎么来了? 我,我想你了,我一把抱住杨玲玲,朝着她薄薄的嘴唇吻了上去,我们拥抱在一起,尽情亲吻,尽情索取,我们滚到床上,宽衣解带,从未有过的疯狂,杨玲玲的身子很嫩,很有活力,带给我不一样的体验,上一次是在喝醉酒的情况下, 这一次才真正尝到了那种美妙,我一边在她身上肆意驰骋,一边在心底咆哮呐喊,周晴,你个贱人,是你先对不起我的,猛然生起报复的快感,我更加粗暴,这一天之后,我再也没有跟踪过妻子,也不再理会她的晚归,她要约会肩服就约会吧, 反正我也有了我的情人,我们个玩个的,谁也不干预谁,要不是看在孩子的份上,早就离婚了,但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,为了那一点尊严和脸面,我们谁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,事情的转变是在一场葬礼,妻子顶头上司的葬礼,我难以相信,年纪轻轻的肩膚就这么死了,报应吗? 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,参加完葬礼的妻子回到家,向我坦白了一切,上司是妻子的发小,查出不治之症后,想让妻子陪她最后一段时光,因此前段时间,两人经常在一起。 挑选目的,捐赠遗产,做一些善后的事,至于那次去酒店,是发小突然发病,妻子扶她去休息,听完妻子的讲述,我恍然明白了一切,原来妻子并没有出轨,反而是我,做出了禽兽不如的事,想到这里,我肠子都毁清了,恨不得狠狠给自己一巴掌。 我真该死了,怎么能这么混蛋?怎么对得起老婆和女儿? 我陷入深深的懊恼,将妻子拥在了怀里,悔恨的泪水夺矿而出,心中下了一个重要决定,把关于杨玲玲的秘密烂在肚子里,我要和妻子开始新的生活。 第二天一早,我就前往杨玲玲的学校,递给她一张银行卡,这里面有二十万,我们分手吧,以后再也别见面。 杨玲玲握着手里的卡,愣了愣,突然猛摔在地上,不,大叔,我不要你的钱,我是真的喜欢你。 她的声音很真挚,表情很认真,我摇了摇头,我是有家庭的人,我们不可能了,这笔钱是对你的补偿,如果不够,我再给你二十万。 说完这句话,我决绝地转身,没有半秒地犹豫,妻子没有出轨,我很开心,我不能再坐下去。 一定要回到从前的生活,关上车门,我忍不住哼着小曲,我打算去找好哥们王俊,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他,没有事先打电话,想着给王俊一个惊喜。 大概半个小时后,我到达王俊家门口,正准备敲门,意外地发现门没关紧,里面隐隐约约,传出一些奇怪的声音,这声音听着有些耳熟,我不太确定。 怀着疑惑走进了屋,在客厅的鞋架上,我看到一双女士高跟鞋,非常漂亮,于去年妻子过生日,我送给她的那双异母一样,心脏骤然一颤,我的大脑仿佛受到重击。 不,不可能会这样巧,难以相信之计。 我走到卧室门口,听到了男女温存的声音,嫂子,张成和那女大学生上床的视频已经拍到了,待会就发给你。 太好了,有了视频,我就可以和她离婚,让她净身出户。 哈哈哈哈,张成这缕毛龟,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养了这么多年的女儿,其实是我的吧。 美的你,等离了婚,拿到财产,我们就不用藏着掖着了。 妻子和王骏的话,犹如一把把尖刀不断刺进我的心脏,将我的身心脚围肉泥,一瞬间,我犹如舞雷轰顶。 心里的大厦彻底崩塌,我老婆出轨的对象,竟然是我好哥们,我的宝贝女儿竟然是别人的孩子。 我当了这么多年的绿毛龟,头顶上一片草原。 这对狗男女,肩服淫妇,一直在欺骗我,拿我当猴耍。 从头到尾,我都被骗了,这是一场局,目的是拿到我的公司和钱财,让我净身出户,我疯了。 我怒了,我傻了。 双拳紧紧捏住,恨不得立刻冲进去,弄死这对狗男女,可在社会上打拼多年的心境,让我学会了沉稳,我没有冲动,而是拿出手机,将这对狗男女的话全都录了进去。 既然你们背叛我,玩弄我,坑害我,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,我要让你们生不如死,我要狠狠地报复回去。 明白真相后的我不再逗留,犹如一具行尸走肉般游荡在街上,完全失去了活力。 回想起当年,我努力打拼,开办了自己的公司,而在公司前进的过程中,认识了我的妻子。 那时候的他只是个图普通通的毕业生,展开了对我的疯狂追求,我觉得他人美心善就走到了一起,可没想到,他不是看上了我的才华,而是看上了我的金钱,直到此刻,我才认清了他的真面目。 内心只剩下绝望和愤怒,我的婚姻破碎了,我的爱情消散了,我被挚爱的人狠狠捅了一刀,接下来的时间,我要反击,要狠狠地报复回去,绝不能让这对狗男女好过,突然想到杨玲玲是个不错的突破口,于是我开车过去,来到杨玲玲的学校,找到他后,我质问,为什么要和王军一起坑害我? 那天在酒吧里,你和王军早就商量好了,对不对?见我已经得知真相,杨玲玲承认了一切,没错,是那个胖子给了我一大笔钱,让我在你酒里下药,和你上床并拍视频。 下药是一种什么药?我不知道,是胖子给我的,反正是非法渠道购买的。 这种药在国内延令禁止,买卖这种药是违法的,我以此威胁杨玲玲,让她帮我,否则她下药的事,我就告诉警方,杨玲玲怕了,点了点头。 她将那天没用完的剩下的药给了我,我拿着药去那天的酒吧,弄到了那天的监控视频,一切证据准备齐全后,我回到家,准备和妻子摊牌。 这晚,我推开客厅的门,妻子仍旧坐着晚餐,装出一副嫌弃凉母样,我没有耐心陪她眼下去,直接质问她,我对你那么好,为什么要背叛我? 老公,你在说什么,我怎么听不懂? 呵呵,这种时候了,还在装算,你是不是早就和胖子搞到了一起? 听到这句话,妻子应该已经明白一切了,她也不装了,索性摊牌说,是,你知道了又怎么样? 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,而你是净身出户,你出轨了,却让我净身出户,周晴,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? 过分?老公,你看看这段视频。 周晴笑着,从手机里点开一段视频,递到我面前,是我和杨玲玲上床的视频。 看到她本性暴露的模样,我一把摔了手机,同时,我播放起一段录音,录音里,杨玲玲承认那天我是被下了药,而且供出了幕后,主使王俊,我声音冰冷地对妻子说,我被下药,所以不算出轨,而王俊教唆人下药将面临着判刑。 作为帮凶,你知情不报,也将承担连带责任。 到时候,不光净身出户的人会是你,而且你们会进监狱。 听到我这句话,反应过来的周晴怕了,普通一声,他跪在了我面前。 老公,看在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,看在孩子的份上,你放过我吧。 老公,我知道错了,我再也不见王俊了,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。 老公,求你原谅我,我真的知道错了,我是爱你的,妻子抱住我的腿,模样凄处地求饶,我知道他不是真心悔过,也不是爱我,而是怕坐牢而已。 他对我早已没有了感情,从出轨的那一刻开始,就被判得彻彻底底,更何况,他还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。 周晴,通过四家侦探的调查,我还知道你那个上司并不是得癌症死的,而是撞破了你和王俊的奸情,被你偷偷下药害死的。 您这对奸夫淫妇谋财害命,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,等着坐牢吧,我一脚踢开了妻子,看着这个道貌岸然的女人,面容绝绝地转身,当我踏出房间,楼下有警笛响起,就在刚刚,我已经报了警,警察冲进门,带走了我的妻子,很快,我的好哥们王俊也被逮捕,这对狗男女双双入狱。 他们终于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,而我也从这段阴霾中走了出来,开始了崭新的人生,离婚后,我得到全部的财产,公司也是更上一层楼,我的事业越来越壮大,公司不断地涌入新鲜血液。 这天来了一个面试者,我一看,竟然是打扮靓丽的杨玲玲,大叔,我是真的喜欢上了你,既然现在你已经离婚,我可以正大光明地追求你了吧。 滚一边去,对于这种品行不端的女孩,我再也不会多看一眼,有了先前的经验,再次识人的时候,我会擦亮眼睛。 半年后,我迎来了崭新的爱情,过上了滋润的小日子,生活归于平淡,婚姻之痒会不会再次出现,我无法判断,我只知道珍惜当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